哦,慧校长哦 东海大学一直以来是台湾高等学府的典范 培育许多优秀创新人才 为了加强产业跟学术的交流 东海大学跟校友总会 以及创意设计及艺术学院合作 2017年6月3号到4号两天 共同举办东海创新人博览会 在东海大学体育馆举办的开幕典礼中 东海大学校长王茂俊 跟校友总会理事长黄成峰都上台致辞表示 透过创新人博览会的举办 学生有机会展现各种创意作品 延续东海人的优良校风 基本上开创就是东海人的精神 所以我们秉持这样的一个精神 能够把老师、学生 在不同领域的一些创新实作 或者是创意设计的一些作品 做一个具体的呈现 那校友有很多方面的资源 因为他对东海的那份爱心、关心 我想他们的资源能够投进起来 投进起来的时候 对学生是跨进去 跨到社会上行销 这些idea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创新人博览会开幕典礼一开始 就有东海大学音乐系学生 现场演奏优美的管弦乐曲 还邀请海内外专业学者前来共襄盛举 同时也特别启动利用最新VR技术 结合陆思议教堂的虚拟影片 在这场创新人博览会活动当中 除了有精彩的演讲跟丰富的展览内容之外 东海大学还请来了两位青春又有活力的模特 强力行销创新人博览会的各个摊位 其中包括3D列印机 跟东海大学研发的电动导览车在内 都是这场开幕典礼中重大的亮点项目 东海大学的校总会来参与这个博览会 目的是非常明显的 我们把校友的资源整合在这里 然后我们也把校友当中 有各样的人才凝聚在东海当中 我们来帮助东海 也让东海能够在各个这些高中里面 能够看到我们让他们知道 我们东海大学是他们所一个理想 可以来学习的一个环境 东海大学从1955年创校以来 毕业生已经超过12万人 东海大学校友总会理事长黄成峰表示 在这场创新人博览会活动当中 看见东海学生丰富的想象力 跟未来创新产业发展的潜力 黄成峰理事长希望 结合东海大学跟毕业校友的力量 提供学生更多学习资源 协助学校各方面的发展 而这一场创新人博览会 因为内容相当丰富 吸引了许多即将迈入大学的高中生前来参观 展览现场相当活泼热闹 象征东海精神将源源不断地持续发展 记者陈文旭 文淑晃 王旭 台中报导